前面一片彩霞 但這條路塞到很緊要 剛才開了Google 看一看 這段是紅色 前一點是橙色 但都是一個block的距離 應該不是嚴重 不知什麼事 我們看看是怎樣 那樣呢 內心一點 一邊挖著 捱上去 一邊壞車 一邊撞車 但未見後面有救箱消防警車那些 蓋過來 即是有事發生 也剛剛發生 那邊的Express 更慢 反而這邊呢 就沒有這麼慢 就會跟隨機口 好噢 今天早上 彩霞很靚 前面這堆東西,這堆桿島是用了LEED的技術去建造的 它是現在建築業上最高的環保潔能技術 其中一件事就是那些髒的水流出來的時候 有水喉水,也有加熱的水喉水,洗完澡,洗完手 那些廢水有一定的溫度 當那條新鮮的水進來的時候,新鮮的水就會吸收污水的溫度 它有一個熱膠換氣 你不要看那樣簡單的水喉,搭一搭,搭一搭 有什麼幫助呢?原來少數怕長計的,那裡真的可以幫助到節能 那它就有個LEED的批准 它是很舒服的,如果你起了之後合格 那LEED就會出一份證書給你,證明它那個環保潔能是OK的 所以新的拍文呢,不是所有新的拍文 有些新的拍文都有LEED的技術 所以保值方面是好些的 這個LEED是怎樣寫呢?LEED 那你在谷歌搜尋那裡可以查一下LEED 看什麼,它可以解釋得很清楚的 好,多謝收看,歡迎訂閱